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太阳 我呢今天要来做礼物 我今天要让你们知道我的一个小秘 我有 瞬移 的能力 不信吗 我现在要瞬移到我做脸的地方 再给我自己粉 这就是我的 睡衣 今天你打算做什么项目呢 我今天搞个痘痘吧 有一些小粉刺 然后再薄薄我的脸上的水因为太干了 杨总经常做脸吗 不经常 三个月做一次吧 做脸的时候会有一个急痘的环节 你是怎么样对待急痘的环节的 我觉得就是喜欢痛苦的感觉的人 会觉得很少 反正呢 我是接受不了这个痛苦的 你做完脸啥打算播 我想着去吃一个东西 我可以用飞的东西 但是我这个飞的招数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我还是得再去列一下这个武功的部分 还是要很多的时间去充足一下 要不然你还要做个思乱礼物 你会交给大家吗 我觉得这还是得看 你的身上有没有这个特意功能 我的话就是 什么特意功能都有 所以呢 那办法就是脸下 然后你手上这些工作是怎么会有的呢 这是我的一个说话的方式 你不懂吗 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女生就是立嫁前后一个礼拜 就是来做脸呢 你的神经会比较敏感 就是那个痛的程度有很多 就是没来立嫁的时候 懒得痛 科普各位 就是在做脸之前之后 等一下一下自己的那个假期 然后做好一个准备 然后做好一个准备 我现在是什么树 现在是热吧 现在是有点痛 有效果吗 你的树 嗯 就是 姐我歇会 歇会歇会 哎呀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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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哎呀 嗯 在看吗 嗯 我们做完脸了 我现在就是正式的决定 我要来吃遍在中国的所有泰国餐厅 现在已经来到在北京的一家泰式料理 为什么我选择了这家餐厅是第一家 因为这家店呢是泰国姐姐们就是带我来吃的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一家是在北京吃过最正宗的 我吃过两回 所以这一次呢也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这家餐厅的泰式味道吧 来一个炭烤猪鸡肉吧 要一个菜煎蛋 海鲜沙拉 曼谷街头 鸡爪汤 一点泰式对对对 鸡兰花吧 米饭米饭 你们什么都不喝 你们点了十个 姐 泰国吃饭前后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吗 没有 反正我不知道就是真正泰国的家庭是什么样 那反正我在家里面吃饭的习惯是用倒茶 比较少人会用筷子 先喝一口 就会这个味道 满心五心七心 那肯定比较五啊 现在到了一个酸辣海鲜沙拉 这一道菜呢 是我就是每次去哪一家泰餐的餐厅 都不点多两样东西 各位朋友们 第二道菜到了 太鲜棒了 这道菜 在泰国是最容易做的一道菜 这个在泰国呢 要吃的话一定要吃路边的树木 最好吃 我们来猜猜猜 这个大概有几个鸡蛋 最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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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这个是泰式的汤 大家肯定都知道 冬苗贡嘛 冬苗贡汤会稍微比较浓一点 但这个也是跟冬苗贡差不多的味道 只是说 它是冰糖而已 看有什么煮啊 这个汤 好嘞 哇 这个是猪井肉 就是如果关注我的太阳星团的话 你们都会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我在泰国一家就是我特别爱吃的一家店 他们里面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猪井肉 这首歌就是我之前就是一个 就还没有现在那么多人认识的时候 我有在微博发过 我今天要来介绍就是 这里面我们最爱的一道菜 那就是 打米饭 打米饭 我是一个真的很爱吃米饭的 但是你知道吗 要做一个好吃的米饭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是喜欢吃就比较稍微干一点 就一根一根就是看得很精彩 一粒一粒的这种 这是味道菜炸鱼的 这个经典泰式炸鱼 有点甜吧 吃点 今天吃饭真的真的消了很多体力 我要吃饭 我们现在来吃一个鸡蛋 好吃 吃米都喜欢把米倒在盘子上吃吗 对啊 我们泰国都是这样 饭子也会在盘子里面 就碗子是喝汤的 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吃东西了 我不说话了啊 你们看着我吃吧 这一包妈妈的感觉很舒服是真的吗 是不是很温暖是真的吗 如果妈妈你在听的话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是谁 希望你能多给我点爱 大概是这个东西 在泰国是不是算很火的 因为之前就是泰国有一个专辑的合集吧 关于母亲的一个合集 这首歌 我记得是第四首歌 然后这首歌的开头就是说 今天老师让我写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自传 我的妈妈的自传 但我不知道啥写 音乐本来就是 带给听众一些陪伴跟温暖 还有治愈嘛 我就说我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 给到我喜欢的人 就我也希望说我的歌声 所以我的音乐能复伴他们 我也希望我的歌 能给听众们带来 开心温暖跟治愈吧 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你的心情 今天会不会大家推荐你首歌曲呢 三地亚也写了慢 慢慢的去感受 慢慢变得在 就觉得今天是一个很舒服的一天 慢可以代表我今天的心情 今天要不要给我们推荐一首泰国歌 那我就推荐一首 就是刚刚开过的一首歌吧 叫I 是新歌能复伴的一首歌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意思也挺可爱的 就是如果你爱我 你喜欢我的话 你就只说一声我害羞 泰国的I 等于害羞的意思 就比较甜的一首歌曲 所以各位会想看 饭后走一走 活到96 99 好累哦 那我希望就是我99岁的时候 我的身体还很健康 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就坐着唱歌 你就是我最要 说得这样 说得这样 你就是我最要 哇99岁 妈呀真的想不到99岁了之后唱歌 还能唱得动吗 我看了一个短视频 这是一个奶奶 101岁了 哇她真的好健康感觉 个性也特别好 然后我看了她视频了之后呢 我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乐观是会感染人的呀 如果文带给大家快乐的话 那我也记了个德 等我记完德了之后 我可以再重新选剧本 再重申 我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变成白富美 我现在还差一点 你差啥 我差了一点白 然后我也差了一点富 然后还差那么一点点的美 散步呢可以看到很多人 看到外卖员 看到快递员 看到警察叔叔 上班族也好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 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的人们 就感觉是有那种人情味在的这个城市 像我的工作有可能就每天都是工作工作人员 可能只会看到这个圈子的 人们都是怎么去过生活了 很少能看到朋友们的生活吧 所以我觉得走走看看世界 看看灯光 看看人 看看大楼 感觉说我没有被这个世界遗忘过的感觉 简单你用泰文跟我们说个拜拜吧 今晚我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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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 我将来帮大家去吃饭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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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